然後有聲氣 最後才見到永旺區 很前很前的位置 然後才見到先機 外面還有大將之鋒 然後龍門客棧 然後跑得很快 外面還有贏得 然後幸運馬迷 後面還有富士神器 在美色尼新聞 距離頭馬約翁是十個馬位 差不多轉到前面放頭 看到小武士放出頭 貴蝦王就開始追他 後面上來見到好巴巴 還有大將之鋒 後面上來還有富士神器 前面第一隻突圍 看到好巴巴突圍三合六半 就是富士神器 前面那隻就是貴蝦王 前面那隻富士神器 三合六半就跑上來 富士神器 富士神器 最後幾次大飛很厲害 好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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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段已經是自己先走了 後面有馬迷回上來 然後再拔出來鬥 也有衝刺 但是開邊追上來 這隻富士神器 中點前呢 撲下去更加厲害 對 壓線那一下也好 後來馬迷回一隻先領先 守著第二位是夢成真 雨福星上來第三 再後 然後才騎一騎一見到 富士神器 然後就是古浪洞天 最後還是華森波 開始上了 然後才見到忍者 後面還有焦點 在後面 在後面仍然見到王者 後面還有更奇妙 超理想那些馬 前面第一隻突圍 通勝突圍 上來追他 現在才見到 古浪洞天 中間等一位見到 還有富士神器 前面通勝 越騎越有 後面富洞多上來 大約來終於見到 還有就是王者 通勝已經復仇了 王者開賽了 通勝已經領先 王者三跑兩本 上來追他 通勝和王者一起衝 中間很接近的 跑第三位是富洞多的 入面通勝 外面王者 要拍照了 事實上來講 王者這場賽事 哇 霍甲真是魚郎超 通勝的步驟 都立了 但是後面的馬 古浪洞天 富洞多 追來追追不到 夢成真不是剩下多少 現在看見王者飛上來了 通勝依然有兩個 三馬距離 但是最後幾步 哇 王者真是 從天而降 通勝依然領先 王者上來 追不追到他 通勝和王者一起衝 都好 還有加創 走到最開還有一隻六寶 大家不認 再後少許 中間就是康 康心 然後跟著就選得好 後面還有一隻龍勝 然後跟著就是夜光杯 那些馬 前面來講內蘭位置 是桂蝦王 大岸蘭還有那隻六寶 其實還有一些反應 中間上來還有紅衣海船 上來還有聲威寶 中間還有選得好 前面是桂蝦王 正在鬥著康心 後面上來 現在才見到選得好的 桂蝦王依然領先 大岸蘭還有那隻就是六寶 桂蝦王依然領先 康心就在中間 大岸蘭還有六寶 桂蝦王和六寶 一起衝到終點 很接近的跑第三名是康心 內蘭就是桂蝦王 但是大岸蘭貼著最開還有一隻六寶 在鏡頭你們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是在外蘭一早已經跟著很前很前的位置 康心最後騎下去反應就不夠桂蝦王好 但是外面到現在還未入鏡 還有一隻六寶 這裡好像桂蝦王鬥康心 但是六寶 你看看在哪裡 到現在還未見的 貼著最開最開 大半個銀溪彎前面放頭 依然還是土星放出頭 頭半個馬開始先領先 有名開始逼他 所謂第三那隻就是百姓驅 然後跟著才見到嬌陽 嬌陽再後一點 跟著就是自由行 然後裡面還有明德 外面就是徵梭王開始要騎 然後跟著才見到計得精彩那些馬來的 前面第一隻突出圍 看到土星突出圍 還有200多米 是不是所謂追他見到就是百姓驅 中間上來見到還有就是嬌陽 但還是現在中止 現在才見到自由行 中間上來還有顧香夢 前面越騎越有 那隻就是土星 百姓驅追來追追不到 現在上來還有那隻就是嬌陽 還有自由行那些馬來的 土星跑第一跑第二名 百姓驅跑第三名就是嬌陽 土星這行賽事把握到步速 越騎越有 結果呢 就帶到回來 事實上這行賽事霍達呢 掌握的步速掌握得相當之好 方家帕今天手風很順 哈 百姓驅 捱下又有些 捱下又有些 嬌陽就夠了韌力了 唯獨可惜的地方 最後幾步就追不到上來 土星跑第一 然後這個手指在第三位 然後掌門在第四位 然後掌門在第四位 然後懸居民到第二位 第二位 一轉入直到的時候 突然前面帶放 前面有一個馬位 現在掌門一路咬住 第二次加 然後懸居民到外面 衝進來 最後當時有些分題 是殺菁 最後三百位的時候 原來掌門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懸居民衝進去第二位 然後還有分頭 最後二百位的時候 掌門一路整住懸居民 有一個馬位 接著有些喜廉之區分頭 那些過了一段時間 第一位掌門是懸居民 就是懸居民 用三條喜廉之區的 一條日本彈 掌門是沿途守住 兩位 不斷一路衝進來 這隻懸居民 因為七歲了 然後 旺帝的後勁 都容不出來了 馬間線都拼了 但是掌門一路在前面 領著懸居民 我中請 結局掌門第一 懸居民 第二 喜廉之區 樓後衝進去第三 不 好了 這場賽事 有幾個尾道 浮東師父 手在下尾 三個尾是非快勝 開始轉彎的時候 楊明師父 帶出來轉成兩個馬位 接著有大黃蜂 和知己之父 手掌二三位 最後兩個馬位 見到驚承師父 咬著第四 接著有特區之星 留所在內 第五個外裝 有九龍堡 這個靚蝦和 還有這個浮東師父 拉到大外裝 還有珍鮮 發達之星 這些馬 一轉直路的時候 見到這個大黃蜂 知己之比 和楊明師父 三合馬 是定牌爭持的 接著有驚承師父 特區之星 翼翼翼上來 然後靚蝦王 順佔第六位 到最後二百多三合 見到這個 知己之比 漸漸少少 現在見到驚承師父 特區之星 兩隻馬 衝上來追她 接著有楊明師父 還未斷 然後發達之星 上了少少 之後驚承師父 特區之星 然後就是發達之星 驚承師父 第二名就是 發達之星和特區之星 相當接近 這隻知己之比 只能夠跑到第四島 每一塊星 最後都上來 我們看看這麼慢鏡頭 驚承師父 前段守住在第五位 跟得相當漂亮 想不到這塊馬 沒斷 只能夠強勁的衝刺 特區之星 不知道是否今天 跌跌力高 開始轉彎入直路 次序沒有什麼變化 轉彎前面生前 接著有複雀 接著他性感在外套上 然後開邊也有 掌門上 然後賣掉 這個樂隊找的位置出 然後這個馬子有勁開 然後聖靈駅 都當選擇拋棠 結果衝刺 到最後三百米的時候 看到這個掌門 然後就是聖靈駅區 在池門正在增持 接著呢 後面也有喜連之區 這個時間上 第二人中這個時候 這個聖靈駅區和掌門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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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一場被拋到幾個賽者 這次勝利駅區 連運也都贏了 最好運的騎士霍達 排到領位 掌門已經騎到了一絕 14位 沒得說了 直到上面 聖靈駅區衝再來 這個掌門 沿途失敗的情況下 被聖靈駅過了 掌門反彈到第二 喜連之區 都有機會反彈到第三百 正賽也沒有這麼正 這幾隻熱門馬 幸好豪奪就上來第四 最後跟著才見到 赤膽福星健 之後跟著 其他就是洪森寶馬 最後跟著是益駅之區 益駅之區 後面是電子麒麟 開始走出外蘭位置 再後跟著是北金連馬 在尾尾依然是高耀之星 距離頭馬 現在約莫 大概是六至七個馬 中間任職路長 還有四百米左右 前面放頭 依然還有紅太陽 放了出頭 接著上來第二 豪奪 電子麒麟按著姜城 三排兩步 蓋上來 後面上來還有高耀之星 前面是光耀之星 但電子麒麟一過 就已經過了 後面追上來 現在見到高耀之星 燒了上來還有豪奪 電子麒麟三排兩步 已經過了所有馬 電子麒麟跑第一 跑第二名高耀之星 跑第三名 就是紅太陽 始終是香港的一里王 電子麒麟 只要不塞車 入到直路 抽出外難 一踩油 又是沒有馬 救他跑 紅太陽這場賽事 放得有聲有聲 慢步速這些 馬主打步其實放得很好 但攬過提防外面 高耀之星又逐步逐步衝上來 豪奪真的不夠了 結果電子麒麟 禁薑 贏馬 跑第二名 就後上高耀之星 跑第三名 就是紅太陽 第三排中間還有帝勝明區 一個馬位之後 跟著是勁廠 外面就是金剛杯 再過兩馬位之後 跟著就是紅旗飛羊 外面就是 喜連戰略 然後富營抽出大外難的位置 最後跟著才是紅旗飛羊 符用鎮 在最後一道馬分別 就是天用之寶和高智慧 距離頭位 有馬是十個馬位的 三個轉換用正 還有三百多米左右 前面第一隻突出是花爾敬 突出海塞 還有多少帝勝明區 還有一籃籃 我們上來見到還有富營 中間還有喜連戰略大外難 還有符用鎮 那些馬 還有百多米左右 快爾敬依然領先 第四名區逐步逐步 大外難所謂的附用鎮 中間還有勁闖的 第四名區就鬥的 快爾敬 附用鎮三個兩半就過了 附用鎮就跑第一 跑第二名 第四名區 跑第三名就是喜連戰略的 附用鎮 轉彎都轉得不是很順的 入直路順勢 扔出外難 這裏的勢 快爾敬好像越走越有 但是跟過往幾場的放頭馬一樣 最後幾步都是腳遠的 第四名區這裏上來過他 但是大外難的附用鎮 如飛殺上 附用鎮一個 第四名區再過快爾敬 附用鎮跑第一 第四名區就跑第二 跑第三名應該後上的喜連戰略的 附用鎮 碰突首尾 今集成馬房 這馬真是… 今のカーブに入っています あと800を追加 先頭は エイシン・ルーデンスが立ちまして リードを一馬身取っています 外から じわっと差を詰めるダイバカーリアン さらには半馬身差 マイヌルマックス 3番手に進出 そして一馬身差 外を突いて キング・ヘイローが4番手 スティンガーはさらにその外を回って 今5番手 そしてその後に エイシン・ルバーンとシンボリ・インディ 梅野ファイバーも早めに進出 直線コースに入りました さあ前の争いですが ここで先頭はダイバカーリアン ダイバカーリアン さらにはマイヌルマックス そしてその外からは キング・ヘイロー そしてスティンガー その外からは 梅野ファイバーが懸命に追ってくる 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そしてその内からは シンボリ・インディ さらにはディクタッと突っ込んでくる 内からブラックホーグ 内からブラックホーグ さあ前は横に振らがって200を切った さあ先頭は外から 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スティンガー その内からは 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 2番手 外からはディクタッ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 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ゴールイン